你看过很多科幻电影吧 有没有关注过未来的人类吃啥 我发现科幻电影的食物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派别 分别是悲观派 乐观派 务实派和理想派 我每一种类型给大家例举两三部影片 你可以回去再看一下这个设定 悲观派指的就是 科幻设定里面食物匮乏到一定程度了 基本是没得吃 比如疯狂的Max里 明显就是食物缺的要命 主角上来逮住一只蜥蜴 当场就给摄取了 有的吃就不错了 而黑客帝国里 人类的思维在矩阵中游走 本体是泡在营养液里的 这些营养液其实来自于上一波人类的再循环 是不是没太听明白啊 说的直白些 就是用人类循环制作出来的 懂了吧 我吃我自己 聊些阳光点的话题吧 说说乐观派 我说的不是电影有多乐观 而是电影中的食物相对乐观 在《银翼杀手》里 哈里森福特来到一条未来的商业街 吃了碗面 所以乐观派的设定是 不管世界咋地了 该吃吃该喝喝 同样的设定在《异形普罗米修斯》里面也是 虽然和怪物的斗争是艰苦的 但是吃面是必要的 这样的片子你一定能再找出几部 然后就是重点了 物食派 这个派系比较符合未来人类的设定 概括起来就是以蛋白质为主的超级食物 在未来社会里 蛋白质的摄取对人们来说是相对高效 也是非常实际的 所以在这些物食电影里 人类是变着法的研究蛋白质食物 比如《流浪地球》里街边叫卖着蚯蚓干 您还别嫌恶心 花钱不一定能买得到 这是紧俏货 关于食用蛋白质的设定 在星际迷航 雪国列车 动画片冰冻星球里也有出现 这当中雪国列车的食物制造方法是有点过分的 过分到我都不想多说 你可以去看看原片 不过这么一想冰冻星球也没好到哪去 对了对了 还有一种未来食物派别没介绍 叫做理想派 有部动画片叫做美食从天而降 发明了一台机器 食物随叫随到 这就是理想派 星际迷航里面也有食物复制机 这可是连口味都可以复制哦 米其林的大厨是省了不少事 小时候有个动画片 机器猫 哆啦A梦可以从口袋里掏出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曾经有一天饿得不行 当时年纪小 还没有蛋白棒在身边 我脑海里想象 它可不可以掏出一盘鱼香肉丝来 后来想想算了 这连堂带水的还勾了欠 太埋台了 别讨了别讨了